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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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先生 真巧 我们又见面了 同一班机落地 在这遇上 不会正常 同一班飞机相同的目的地 如果不介意的话 顺便送我一程 这座光怪路里 路远横流 被称为魔都的城市里 真的是有那么多按耐不住 蠢蠢欲动的女人吗 妈 干嘛呀 你怎么不按点叫啊 我今天约了重要客户 我要吃到的悲剧了 好 见不着客户的悲剧了 妈今天严肃的跟你说 你要再找不着对象 那就真正是悲剧了 你以为我找不着啊 我是不想找 还我找不着对象 您看您姑娘 我这长相 要身材有身材 要脸蛋是有脸蛋 我怎么我就找不着了 哎呦喂 最关键的是 我还是一个超能干的 现代时尚女性 是不是 你说你在那瞎纠结什么呀 你还没有问我的名字呢 短短两小时的航程里 你经过我身边三十六次 在我面前俯身了二十六次 我想不需要名字 我对你的印象 已经够深刻了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一见钟情吧 你是对我的什么 一见钟情吗 是对我的人 还是 即将来接我的车呀 大 大表哥 行了 有朋友啊 美女 你好 这位美女想吃点东西 可是我没胃口 怎么办呢 我现在只想轻松一下 哦 你明白了 啊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我喜欢挑战 如果是我主动约你 结果 可能会不一样了 我看你还是在这儿等会儿 看看你怎么会有的 我看你还是在这儿等会儿 看看你怎么会有的 有没有饥饿的高负帅 你什么人呢 你说你这孩子 我给你说 别别别别别 哎呀 我的妈呀 您说您闺女我啊 能养活老自己 还能养活老您 我干嘛一定 不要找个男朋友 来证明我是这个社会的 全体产物 哎 您大老远 从中国的黑土地 赶到我这儿来 跟我挤着小弄跑 您别告诉我 您就是为了来逼婚的啊 你一抢达成功了 看看 这是什么呀 你说妈听说啊 现在流行网上征婚 我这一查 有一个叫世纪家园的这网站 哎呀 妈呀 我跟你说贼靠谱啊 这小伙子一个个的 条件都老好了 年龄跟你也合适 你说妈就给你精选了几个 你看看 你看 我跟你说这上头 资料 年龄 咋联系都在这上头 你就看看有没有中意的 我真是追悔莫及啊 感情您哭着喊着说要跟我学着iPad 都是为了这个是吧 看看呢 晚上回来再看 好好好 回来看 哎呀 还是带什么啊 哎呀 走开背后 好好研究研究 听见没啊 这是大事啊 可要好好考虑考虑 听见没 知道不 天啊 真是大事 好好考虑 我认真考虑 我考虑一辈子 啥不断点 考虑一辈子就更晚了 哥 刚才我觉得你真的挺闷闷的 不过你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我太狠了吗 你不觉得我是干了件好事吗 好好好事啊 其实想想这女孩就是想找一捷径 也是可以理解的 什么可以理解啊 你是同行星泛滥 我怎么跟你说的 女人分很多种 漂亮女人 尤其是要经过大脑思考一下 才能接近 哦 不 这挺深奥的 哎 不过哥 你说的都挺有道理的 嘿 嘿 嘿 那可不 好好学着 OK OK 学学学 一定学 哎 不过哥 我得跟你说一大事 晴天毕丽的大大事 什么事啊 你上这些是我们精心为贵公司 打造的广告存款 不知道你们还满意吗 孟总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错 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不错 嗯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真的挺不错的 嗯 孟总 什么事啊 我在开会 什么 你要结婚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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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淑峰要跟一个只认识一个月的女人结婚 啊 今天就去办办手续去了 够够够够够够的了吧 大脑进水了 二位正式成为合法夫妻了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二位可以彼此相亲相爱 共同走过一生完整岁月 祝福你们 我结婚了 我结婚了 我再也不是大龄圣女了 老公 老婆 老公 老公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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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把我从大龄圣女的队伍里解救出来 老公 我爱你 老婆 我也爱你 不过我问你 这症有这么重要吗 能抵过一切时间 一切恋爱的过程 当然重要了 老公 你不会是后悔了吧 我知道 我们才认识一个多月 谈恋爱才十几天 这样做是有一点鲁莽冲动 但是我真是发自内心很开心高兴 你看到一个这么焦滴滴水淋淋的大美女高兴 你不高兴啊 我高兴 你开心我就开心了 老公 不论如何 我们俩今天是结婚了 从今往后 你要对我负责 对家庭负责任 对我们将来的孩子负责任 而我呢 要做一个全职太太 伺候老公 伺候我们将来的生活 杨阳 你是一个可以让我安心的女人 谢谢你 我爱你 老公 杨阳 陈树峰 你满温 你满渙 只够看着我行吗 看着我慎慎慎的话 我今天就是去机场接我哥 然后顺道就把这事给说了 我就是不不说 他迟早有一天也会知道的 你说是吧 还得谢谢你对吧 你这么及时 不够及时吧 我不是没来得及阻止你吗 不好意思 你跟人家女孩才认识多久 你了解人家 你这样说话好像有些不礼貌 听你的意思 好像是你朋友吃亏了 我们女孩还没说话呢 我倒想问问 你朋友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 结婚这么大的事 作为一个男人 这么轻率的就能不能成熟一点 您这是指伤骂怀呢 我就是想给树峰提个醒 别被某些表象给迷惑了 现在有些女孩为了找个饭票 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是是是是 金金金今天我们就见了一个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了好了好了 别吵了 我知道你们两个很关心我 你也很关心她是吧 好来 好 好我向你们正式介绍 从今天开始 她就是我老婆 杨阳 这个 她叫琉璃 是我最好的闺蜜 是个不婚族 所以对我刚才的行为 有些过激的态度 还请大家见谅啊 不婚就是 这辈子不结婚的意思 很高兴认识你 来 坐 根据网上的调查 男人的收入是女人的四倍 这样的婚姻才稳定 虽然我的收入也不高 但是找个罚我四倍的也不容易 你朋友蛮有想法的 不过你这个不婚的想法 跟我兄弟息怒 倒是志同道合 你呀 那 很惊讶 一个人过得挺好 男人为什么一定要花钱 娶个女人 回家对自己喋喋不休呢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 这种血本无归 又葬送人生的事 你认为我会做吗 陆希诺 从来没有见过 比你更自恋的人 你也不赖啊 不过似乎 我比你更要自恋一些 我说你这老公真够现实的啊 刚登完戒 他说走的走了 也不送送你啊 人家不是有事吗 你怎么着 你现在就替他说话了啊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你真够速度的 你想得够开的 害得我急急忙忙 白白跑过来 还伤了他朋友一肚子气 你可倒好 该领证领证了 该闪婚闪婚了 我倒了没了 回到公司还得 我们领导一顿讯 我知道你好 你心疼我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不要看不上闪婚 闪婚 说文艺一点 那就叫做加强版的一见钟情 我还告诉你 中国一百多年前 再往前 百分之九十九的夫妻 都是闪婚 他们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到进了洞房的时候 才认识对方 哪来的时间培养感情呢 不知道也白头偕老 子孙满堂呢 你还挺能说啊 那种封建婚姻 之所以能维系几千年下来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封建时期的中国女性 那些不正常的社会地位 那时候还说嫁鸡随机嫁狗随狗呢 你还当真了是吧 你以为他们都愿意这样啊 他们就算闪婚 闪歪了 后悔了也没办法 就得从一而终 一直跟到死 你以为他们心里面 都希望白头偕老啊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我的妹妹 离婚率多高啊 你胆还真大 说闪就闪了 别说我没警告你啊 你别到时候 闪婚闪迷 我配 我配 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 跟他们不一样 你到时候不要哭着来找我啊 我说不过你 反正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 我有多么的幸福 我巴不得你幸福呢 我对天祈祷让你幸福啊 谢你了 好了 过两天我要举办婚礼了 你必须来做伴娘 我做伴娘 苏月怎么办啊 对了 你猴急的登记这事 苏月还不知道呢吧 你跟她说了没有 我给她打过电话 她没接电话 在忙吧 这可不能怪我 你等着吧 小鸡仔 你看她知道她怎么说 骂死我 讨厌 讨厌 欣宙子 你回来了 小心点啊 这咖啡如果热点 你不就烫伤了 来 拿了 谢谢许诺哥 出风糕你也来了 你怎么老是忽略我呢 你是哪位啊 老不来公司我哪儿记得你啊 不是 你在 好了 你带金果去熟悉一下新楼盘的业务 我跟出风哥有事要谈 好 不是 哥哥哥 你跟出风哥谈事你带上我呗 好了 你就别在这下车吧 走 跟我走 不是 人前人后本性露出来了是吧 兄弟我知道你暗恋我很久了 不过你跟我表白之前 你向我表白之前 我就把证领了 我原本以为啊 能让你闪婚的女人肯定不一般 过我今天看你这个样子 我立刻替新娘感到被哀了 打住打住 兄弟 虽然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不过我完全明白你的伤心 我去领证之前没有告诉你事物不对 兄弟 你记不记得我给你介绍一个董医生 董医生 对对对 那个精神科的美女医生是吧 对对对对 你记得就好 要不他名片啊 我介绍的他对着 不 所以啊 你觉得我刚去领证是证有问题 答案你是知道的 我刚在店里说的话都白说了 叔叔 我相信你 你绝对是一时冲动 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 迷迷糊糊就把证给领了 说真的 我晚到一步这是我的错 你 让我先领一下思路 告诉你我现在有多开心多幸福 幸福我就先不听了 我倒是想对你现在的处境 表达深深的同情 你看 咱俩以前甭管怎么玩 只要男为婚女为嫁 那就叫自由恋爱 你现在好了 你把证给领了 以后只要多看一页美女 那就叫心缘一马朝三暮四 万一有一天你管不住自己 那后果就更严重了 混货出轨 不负责任 狼心狗肺 喂 我们这个关系 你可以不危言耸听 制造不合言论吗 行了 老实交代 我还不了解你呢 你 做什么事都是犹豫不决 摇摆不定 甚至有选择性恐惧症 你要我相信 你是在没受到任何冲击的情况下 做出闪魂这种事 喂 哥哥哥 你你你回来了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不是 我这给你做好吃的 给你揭揭揭揭揭 你还会做饭 那那那你看 我这是精心给你准备的 哥你先休息一会儿 等做好了我叫你 马上就好了 这老太太大晚上不在家 妈 妈 妈 你去哪儿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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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您说您大黑天 您也不开个灯 您能厚到点吗 我都累一天了 您还这么吓我 您这是干什么呀 抱着爸的照片啊 您这是干什么呀 我下午睡了个觉 然后呢 刚睡着 就把我吓醒了 怎么样 我梦见 梦见你爸了 我梦见 梦见你爸了 想我爸了 哦 哎呀 想我爸也不至于 把我爸照片啊 快过来坐去 慢点啊 来 那把照片给我 你说得搞轻松 我咋就不至于啊 我想了半天 我做错了 我做错啥事了 你这你爸跟我说啥吗 说什么 他跟我发火了 他支撑我的鼻子跟我说 我不配做骂 说我咋生了 你这么一个不孝的孩子 你说 你是我一人生的呀 那当然不是你一个人生的 他说都是我耽误的你 你不找对象 不挣家 不嫁人 都是我拖来的你 他说 你要老子 没招没落的是吧 他在救权下的都不安心 所以给我拖了这个梦 你说我 我这命多苦啊 妈快 咱把爸放下啊 放下放下 别难过 快 来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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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说妈 你长这么大 看妈哭过几次 没哭过几次 妈也是有类不清胆的人 是不是 我这次是太恶我 我太伤心了 我知道妈 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 我让爸伤心了 让您伤心了 我给您赔不是 我给爸赔不是 不难过了 你知道错了是吗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这错就改是不是 我改 你让我上刀山下游过 你让我直接面对时间过 任我都愿意 别不说 妈那个啥 跟咱楼下刘阿姨都说好了 她有一个侄子想介绍给你 她说这是一个搞电脑的 人长得也挺好的 是吧 这次绝对靠谱 老头了 你听见了吗 这可是她不愿意 不愿我呀 我愿意 我愿意 我这打扮漂漂亮亮 跟人去见去 我可愿意 真去啊 我真去 我真去 这回不忽悠妈了 不忽悠 绝对不忽悠 您说吧 什么时候见 明天下午 哎哟妈 你可真行 明天下午就见了 你也不早说说 我有点心理准备啊我 老头子 你看 我认了 行了妈 行了行了 行了 明天见了是吧 那就明天吧 对 行了妈 那就不骗妈是吧 不骗我豁出去 我听了我 好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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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帮我去你 一起来吧 oblige 走好 走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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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苏大腕 你别笑了 行吗 我跟你讲 这是本大小姐生平第一次相亲 你还笑 能不能给我点鼓励啊 大俊儿 咱妈太逗了 她说托梦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是真是假 我都得去啊 更何况了 我还不能敷衍 保不信那个男的会告诉王阿姨 王阿姨会告诉我妈 我妈如果知道我敷衍她 她肯定把我爸照片拿出来 我跟你讲 我现在想一想 头就疼 大俊儿 我跟你讲啊 你这事儿可比杨阳闪婚的事儿进宝多了 咱们家标榜不结婚 不谈恋爱的琉璃 也有今天呀 你少骗我两句啊 我跟你讲 关于杨阳闪婚这个事儿 你是不是得发表一下个人意见的态度啊 要不然我都怀疑我们的感情啊 好了 不笑了 就是都拿这样的话压我 你又不是不了解杨阳 她跟我们不一样 她就是典型婚活一族 她闪婚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做好姐妹的 不是应该祝福她吗 哎 你说什么 什么叫婚活啊 你还真笨 就是为了结婚而活 真有你的什么呀 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我已经到了 你赶快好好准备准备 去相亲吧 记住 深呼吸 好 你个苏月啊 我记你一笔 好了 我不跟你拼了 我得好好想想 杨阳结婚那天我穿什么呢 经验四座 赢得满场主 你就好好蹲下吧你啊 拜拜 苏月姐 我来提醒您一下该开会了 好 我知道了 苏月姐 苏月姐 我们坐得这么远 苏月姐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能听见 能听见 啊 距离产生美吗 昨天又是到机场接机 又是爱情晚餐呢 我就知道你不正常 给你个机会 说吧 什么事儿 厉厉厉害 我哥就是火眼金睛 什么事儿瞒不过你 废话少说 正题 我 我想买车 我们都是成年人嘛 其实 其实我也挺便宜的 我能叫你小林吗 可以 其实小林啊 我也很不喜欢这样 老套地交往男女朋友的方式 我觉得咱们俩挺同命相连的 可是没办法 谁让我们都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呢 岁月不饶人嘛 去买呀 问我干什么 爽快 我就知道我哥肯定能答应 这 不 不 不对啊 不是 哥 你也不问我买什么车 买多少钱的车 你就这么爽快地答应我呢 与我无关 我干嘛要问啊 这事儿怎么能跟你没关呢 那什么 那经济大权不是在你那儿呢 我得给你请示一下是吧 你也知道买车要经过我堂毕啊 你是不是整过龙啊 我可不希望以后我们的孩子被人指指点点啊 小脸 我觉得吧 你看啊 你高鼻梁 皮肤也好 大眼睛 我就觉得吧 你身材比较差 不过你千万别听了我这话去龙兄啊 我可听说 龙过兄的女人是不能喂孩子的 这喂养的孩子是会脑瘫的 其实你这个样子我挺喜欢的 真的 我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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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起啊 照照照照照照 照照照照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弟这个不懂事 不好意思啊 我弟这个不懂事 您这些做的账账都算我们的 是 你们这一桌的账账都算我们的 抱歉 抱歉 哎哎哎哎 你是那个啊 啊 不婚足 对不起 你是在相亲 小林 我不是故意掩盖 我这人就是比较注意个人形象 你不会因为我的外表而有什么 你看不起我了 不是 我就是觉得吧 您觉得我哪儿哪儿都是假的 可是反过来 您带一假头套 我就是觉得真的很突然 有点意外 小林啊 如果你不是那么注重外表的话 我也是个爽快人 要不我们继续发展下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我 我太喜欢发两勺的 你就是骑士我 你有什么实力骑士我 我托你怎么了 我职业好 我收入高 我就这么一点小毛病 我要是没这么点小毛病 二十岁的姑娘都不在画像 我还会跑出来和你这么个整过容的老女人见面吗 你说谁 整过容的老女人 我说的就是你整过容的不要脸的老女人 你都三十多了 你都三十多了 我告诉你 你看不上我 我还猜不上你呢 不要脸的老女人 你要长得这么好看 没剪过容 早嫁出去了 还跑出来生情吗 你把嘴巴捏了 你了 买工夫 你了 aria 什么的 你们破坏了一刀美好的影园 你们知道吗 你 那我给你买个好点发套能黏头了 你说那位大叔就算口子差了 它要有什么说的不对的 你反驳他就是了 破了我一身 太过了你 我这倒霉脆的 何正还让那兔瓢给占了理了 多了 反正是我给你弄一身脏 我还是服个软 我帮你拿纸擦擦 哥 真有料 看什么看哪 我以为你是什么正人君子 原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一杯水还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敬意 人 披着人皮的脑 人脑 不是 什么人脑 你个疯女人 你那份笔十条 看什么呀 拿纸 出门走被子 突漂 外家又遇到那个不懂得礼让 谦卑 怜香惜玉的臭人郎 亲妈家生王八蛋 天理何在 喂 妈 见着那搞电脑那帅哥了没有 见了 惨不忍睹 不堪入目 啥意思呀 长了四十岁的脑袋 顶了一个五十岁的头 妈 你闺女我不知那么惨啊 哎呀 林娜 你这年龄也不小了是不 别超三点四的啊 我跟你说 年龄大点有啥呀 年龄大的男人成熟 成熟的男人知道疼人 知道不 妈 我的好妈 你是不是我亲妈呀 你要再跟我提那个和尚 我立马出家当尼姑去 不是 你这孩子咋那样啊 你妈我这都是为谁好啊 你当尼姑 我跟你说当尼姑的应该是你妈我 你爸当和尚 我就不生不了你 我就不操心 着急 手累了 知道不 挂了 挂了 挂 爸 您不要再拖梦给我妈了 好吗 老头子 听着别闹心啊 你在那咖子你就放心吧 你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 是吧 为完成你的遗愿 我会再接再厉的啊 我一定把咱姑娘给嫁出去 你在那咖子给我使劲啊 耶 哥哥哥哥哥哥 哥哥哥 你不等人一会儿 万一那警警过来找包怎么办 要等 你自己等吧 哎 你别别别啊 我这大陆情况又不熟 万一犯点错误怎么办 哎 你好好说话啊 真把自己当华人了 华 华人倒不算了 海 海归还是算了 咱那把人包拿走了 有点太不提前素质了 那他包里有他名片 你打电话给他 让他到我办公室来呢 他呀 爽了一回 也该付出点代价 哥 你有点不不善良 刚才那警戒长得挺好看的 你是不是心怀鬼胎 想借机乱画面一回 上你的车吧你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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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板 刘林啊 你去跟客户签合同了吧 我在去的路上 抓紧啊 别迟到了 你放心吧 我约他四点半 时间来得及 我离他只有几站地 好 签好合同 回来我给你封个红包 谢谢老板 拜拜 签合约拿红包 签合红包 我的包呢 我的包 哥哥哥哥哥 刚才那警戒肺都快跑过来了 肯定是找包的 喂 喂 你这干 干什么呢 跟你有关系吗 干什么 给你个机会 跟我举个工道个歉 我就放你了 谢谢啊 走你的吧你 哎 你要不道歉后果自负啊 你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我给你道歉 凭什么呀 你还占了我便宜呢 要道歉也是你先 我占你便宜 就你 我还真没那兴趣 是啊 就是我 你那种贼六六眼的 在我胸口转来转去 你不占便宜 谁占便宜 强词多理 黑白颠倒 你就宁死不道歉是吧 做梦了是 哎 美女 美女 你听我一句劝 跟她道个歉 这包就是你的了 哎 我包怎么在你们这儿啊 下来 鞠躬 道歉 你是强盗是吧 还拿我的包 给不给我 不给我 马上报警我 死鹰分子 哎 哎 哎 停车呀你 我给你道歉行了吧 把包给我呀 你倒是把包一个合同给我呀 我谢你全家了我 什么东西 王八蛋 正在前面桥上凌空翻起 向前翻转三周半 南东西入四点凉 天窗着地 是 西达哥 你回来了 我都等你好久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我就看你老布来 我担心你 玉 玉棉 你还是个 抑 抑 抑年纪者 今天还真有点事 什么事啊 别听他瞎吹 那 这 这衣服是 是怎么了 遇到一封猛人 挺 挺不错 一景点 景点 没事 我再去帮你拿点新的了 行 太好了 很快就回来 嗯 这西西诺哥长 西西诺哥短的教练 哎呦 我得小心 哥 你说你那魅力 能不能不随便挥发 你弄人小姑娘 最后就非你不嫁 你说你得多 多作念 嗯 什么嫁不嫁的 这话能乱说啊 对啊 你 你 你是不 不婚妥 哎 这点跟老外挺挺挺像的啊 你能不能别每天嘻嘻哈哈的 明天去新龙牌看看销售 从机城干起 为了也好替我分担你 哎 哎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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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玩 玩够呢 行 哥 那买 买车的事 你又想玩 又想买车 挺开心的啊 我考虑考虑 不玩就不玩 收给您钱 哎呦 我今天遭雷劈了 还不是批一次 接二连三批我 我看出来了 上帝想批死我 姐姐 别拉错上帝了 赶快上楼吧 一会儿上楼 老板还得批一次 为什么 你看这都几点了 啊 四点四十了 快快快 我上去了 快快快 六点 六点 一个没错 你明?' 我 和你堂堂的手牵手 过得好简单 若我有天不见了 或许你会比较快乐 虽然有万般舍不得 也不愿看你难割舍 若我有天不在了 请你原谅我的困扰 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 只是我没服气药 就算是完美 怎么牵托都不对 不忍看你那么辛苦 我所能为你做的 只有默默地祝你幸福 如果相见不会太晚 我们就不会悲伤 和你堂堂的手牵手 心里不会有亏 如果相见不会太晚 我们就不会遗憾 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 过得好简单 过得好简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